按歌手的音律來編曲 那這首歌才會完完全全適合這位歌手來唱 文字概念、音樂風格、調調、音律、歌方面 都按它的風格來量身定做 製作人的工作 還沒進錄音室的時候就要做這些 那歌詞收回來了看一下哪裡OK哪裡不OK 要跟唱片公司一起討論進錄音室 通常沒有那麼完美的 一定是兩首歌詞來了可以先錄了 後面一首一首一首就來了 或者有一些寫歌詞的老師是 這個歌詞丟給他 一個月之後人不見 電話也沒接什麼都沒有 你就要開始找另外一些人來編 也有這種經常有的這些事情